好了,我继续讲这个 神属性讲道法 什么意思呢? 继续在这个讲道 很主要是帮助人明白神的本性 祂的属性和祂的恩典 这个讲道法跟其他讲道法有什么分别呢? 很重要是讲到这个 神的美好 让人看到神的美好 这个是 基本上的 可以用的大纲 你看看这个大纲 如果这个主题是靠主喜乐 如果用这个主题的话 首先是可以讲这个人的反面历史和正面历史 就是说 人会 为什么没有喜乐 或者是有喜乐 或者是没有喜乐 或者是有喜乐的历史 就是说 我们 基督徒是应该喜乐的 但很多基督徒还是没有喜乐 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还是没有喜乐 可能忧虑啊 烦恼啊 这个第一 这个是引言这个开始的部分 然后解释圣经 圣经解释这个经文 然后第三 神的属性和恩典 属性是他的本性 在这个经文 他的本性 他就是喜乐的 他也有能力这样 喜乐 赐给人 然后 他的恩典是什么呢 他就是 他就是 能够将喜乐 赐给人 赐给人 也能够将人的重担 达掉 能够改变人的生命 这样 其实首先是将 喜乐的心 放在人的心里面 人信主的时候 就会 有这个心情 有这个心情 能够有喜乐的 信仰书很多人说 就开始喜乐了 然后他会 帮助人 处理他里面的垃圾 帮助他 怎样能够有喜乐 当我们喜乐的时候 神也很喜乐的 这个解释神的恩典 是这个 讲道法的重点 让我们看到 神的美善 神的 真的是 是非常美好的 因为很多人 讲道是这样的 都是讲 人应该做什么 都是讲 你应该喜乐 讲很多教导 都是说 人做什么 但 其实圣经里面 是说 是宣扬 那叫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去宣扬 神的美德 我们 传道的时候 是让人看到基督 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 耶稣基督 并他 定时之架 就是 我们宣扬了 是 神 他怎么美好 怎么爱我们 也 怎么 掌权 凡是在他手中 他也能够提升 我们生命 因为太多人习惯 就是 讲 人应该怎能做 所以他们讲的是 人 要怎能改变 但我们最重要 是宣扬 神是怎么美好 让我们喜欢神 感激神 神是这么美好 神充满安典 神充满爱 充满能力 凡是能祝福我们的 然后提醒和警告 就是说 警告人 如果没有喜乐 后果是怎么样 他可以 不开心 烦恼 而且 没有动力 而且没有喜乐 与神的关系也有问题 没有喜乐 做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好 如何有喜乐 很多时候我会先讲 处理 自己的里面的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清理这些垃圾 然后 心靠人的爱神的人 神就祝福他 神为爱的人预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成为我们 有各方面的恩典 当我们赎上神的恩典 我们就 看到神的恩典 就 容易有喜乐 另外是 赞美主 亲近神 赞美主 有喜乐 当我们尊崇神 神也将各样福气 赐给我们 当我们有神的福气 神的同在 就能够 说 神喜悦 我们就开心了 这个 很多人开心的原因 是怎么样了 很多人开心是 事情顺利 结婚了 生了 儿女了 赚了钱 他们很多 不是因为神而喜乐 圣经里面说 以耶和尔为乐的 神要将你心里所求的 都赐给你 然后以耶和尔为乐的 他要将你成价地的高处 因为耶和尔而喜乐 很多人喜乐的原因 都是看地上的东西 我自己 我感谢神 这是我常常都看神的恩典 所以我很喜欢神 我喜欢神的爱神 喜欢神的怜悯 喜欢神的能力 喜欢神的作为 每一样事情 我都很喜欢的 我想到神就喜欢 我喜欢神创造的食物 创造我的身体 为我们预备的天堂 我也知道神凡事掌管 我也看到经历到神很多恩典 所以我就常常赎上神的恩典 而且神神奇妙的 我们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说我尊重神 就是最小的事 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 都不能不得赏赐 任何小的事尊重神 神都喜悦 神喜悦 我也可以开心 但很多恩典 是这样想的 他说我做的不够好 但圣经说 你就是做最小的事 在最小的人身上 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 是最小的事 也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说神都喜悦 神都开心 圣经里面说 也是说神是开心的神 在西方亚书三章十七节 他因你欢心喜乐 莫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神是喜乐的神 很开心的 喜乐而欢呼 他会欢呼 所以我们也说 神开心 我也可以开心 神见到我尊重他 他就开心 我也可以开心 但我这种开心 神就也大大的傻刺 因为这是神的心意 天堂也是充满喜乐的 这个就是 这个大杠 让你们知道 我们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可以用有这些内容 但不一定要 完全地跟从这个大杠 因为有些时候有不同的讲道 会有不同的道道 但基本上最重要是 神的属性和恩典 必定要讲的 讲到神的美善 然后如何也是必定要讲的 怎样做出来 怎样行出来 怎样处理垃圾 然后怎样有神的喜乐 神的正宗神 也可以有这个提醒和警告 让人知道犯罪的后果 这三个部分是最重要 三四五 好了 我现在看另外一个经文 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 这里说有一个女人 她患了十二年 射露 来到耶稣背后 摸她的衣裳睡着 她心里说 我去摸她的衣裳 衣裳 是不是 就必权益 然后她权益了 在路加福音 说耶稣说谁摸我 但这个女人不敢说话 她怕 因为她 因为她是犯了律法 犯了律法 所以她不敢说是她摸 摸耶稣 然后门徒说 众人都用尽力 为什么问谁摸你啊 但是 耶稣说 总有人摸我 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来 然后 这个女人 就承认了 是我摸你 她可能会以为 耶稣会骂她 但耶稣说什么了 她说 女儿 放心 你的心 救了你 非常温和的话 首先是说 你是女儿 放心 不用担心 我关心你的感受 我关心你 你现在有担心 不用担心 你的心就能力 就是 你心就可以了 因为神有很多礼物 你心 这个礼物就来到你身上 你就得医治了 这个女人就医好了 好了 如果我用这个经文讲到 首先这个 主要是讲什么呢 是去 我的主题 我们每次讲都应该有一个主题的 主题是什么呢 你可以选择各种的主题的 你可以讲 有信心 耶稣会依据你 但我这里 我选择的主题是 耶稣对我们的接纳 他会接纳我们 为儿女 也关心 可以说 相信耶稣的接纳 和关心 他关心这个敌人 目的是让人看到 耶稣这个心 他关心 这个人 关心 他会看重他 看重他 也 关心他的 不开心 好了 如果我用这个 讲到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还有三个小时 我们去 完结这个课程了 我希望你们学到 这个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操练的时候 都发觉 需要时间去学习 如果讲这个反面的 例子 和正面的例子 是什么 很多人的确对神 没有 放心 担心 耶稣 主题是说 耶稣 看重 和 关心我们 他看重 和关心我们 但很多人是 对神 不放心 不知道神 是不是对他 还是 这个女人 她起初是怕的 最怕的 只是基督徒中间 也有些会埋怨神的 为什么你没有帮助我 为什么我还有病 为什么我的问题 没有解决 就觉得神没有爱他 但 耶稣 耶稣 其实是真的关心 每一个 我们信靠神 亲近神 很多人都必须 都必须 但很多人 不是这样 想法 他们就担心 他们就 对神 有一种 惧怕 没有放心 觉得有困难 我很苦啊 我很苦啊 我没有力量啊 神也没有帮助我啊 那 他们就会对神 没有信心 就觉得 啊 我必须要靠自己 我们应该 每一个人都努力的 但 我们不应该去 靠自己的 但的确是 很多基督徒 觉得 我 我靠耶稣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所以 神不会帮助我了 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因为 其实 这是我们做工 有些人做工 赚钱的 你说 我做工就要钱了 我什么 为什么需要 依靠神呢 如果 他不依靠神的话 他可以 赚了钱了 但家庭吵架 不开心 他也可以 生命里面 有不同的困难 虽然赚了钱 家庭不开心 自己不开心 而且 他可以有 不同的事情发生 都不能把握的 不能掌握 他的生命 所以 他的生命中 可以有很多问题 而且不得神的喜悦 神不喜悦 他的生命 因为他当然是 靠自己 因为他觉得 神不可靠 当人觉得 神不可靠的时候 他整个生命 都不会得到 神的大的祝福 但如果人 真的爱神的话 知道神是珍惜的 虽然有 有困难 有困难 有困难不代表 神不爱我们 我们每个人 都有困难 我自己 曾经有困难 我现在是 用这个方法 讲到 因为时间关系 但随着我 叫你们去 细细去讲 我的一生 都敬礼神 一生人 都敬礼神 很多的祝福 我发觉 当我听神的话 正从神的时候 神的祝福 很真实的 很真实的 来到我身上 因为神真的是 不应援的 当我们爱祂的时候 祂的确是祝福 有些时候 我也困难 但我发觉 这个困难 对我是很好的操练 困难过后 我的生命 更大的提升 神很多方面祝福 爱祂的人 我希望你们也看到 你爱神 真的 一生都有祝福 你们这里多少人 有经历过神的祝福 的这里举手 有多少人 你都看到神的祝福 谢谢你 但很多人就说 我还是对神不放心 因为 以前祂帮助我 但现在我不知道 祂帮不帮我 所以很多人都有 这个担心 我希望我们 从整本圣经 知道神的可靠 从圣经的证明 这天我不去讲 证明有神 我有放在这个 电脑里面 有证明神的证据 这个 我有一篇讲到 讲到这方面 证明有神 帮助我们 相信神的证据 而且神真的祝福 烦爱祂 和尊重神的人 所以刚才我去讲 这个 反面的例子 和正面的例子 有些人没有信心 他们的生命就 很困难了 他们都 没有依靠神 因为觉得神 没有帮助他们 他们对神 没有信心 然后有些人 对神有信心 发觉神的 真的很奇妙安排 好像我自己 是一个例子 真的看到 神很多 很多的帮助 好了 神的属性和恩典 在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 耶稣接纳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很惧怕 但她说 女儿 这个女儿 也很 很 很 敬奇 为什么叫我女儿啊 你真的这样看着我吗 这个女人 其实 你想她有 12年 摄露 如果她是 10岁开始的话 她是 现在是 22岁 如果她是 10岁开始的话 那跟你们 那不可能 十岁 起码都是 15年 我 我开始 摄露的时候 如果是 15岁的话 她是 27岁 27岁 耶稣 开始讲道 是 30岁 定徐家 33岁 耶稣 大 她 不多 让她称呼 让她 称呼她 女儿 但会 她会 觉得 很 亲切 这里 我们看到 神的属性 是什么 她的心 看中我们 就好像 家人一样 我们是 按照 按照她的形象 创造出来的 我们都是 她的 儿女 而且我们 信了耶稣 重生了 这是神的 儿女 所以 神都 看中我们的 神 看中我们 每个生命 每个生命都 宝贵的 这是 恩典 她真的 看中我们 她 定义 要祝福我们 每一个愿意 跟踪她的 她都必定 祝福 每一个爱她的人 她必定提升 必定为我们 预备眼睛 未曾看见的恩典 我希望你们 每个都相信 任何人相信 都马上得福 所以 神 真的看中 这个是神的恩典 她看中 她 提升 祝福 好像 这个姐妹 她以前有 情欲 忧郁症 想自杀 丈夫离开 拿了儿子 然后她赌博 输了很多钱 很不开心 有癌症 很多的问题 现在要说 有改变 但改变不大 还是有 忧郁症 后来她 在网上 看到我的影片 来找我 然后我们 为她祷告 也辅导 依据她 生命改变 她改变之后 很喜欢神 看了神的美善 很喜欢神 她在自己的教会 她仍然留在 她的教会 我们训练 有人 鼓励他们 停留在 他们的教会 祝福他们的教会 她祝福 她的教会 帮助 有些人改变 然后她 向邻居 传福音 她含有 传福音的心 带 不同的人 去教堂 这个教堂 对她 很大的接纳 她读书 直到二连级 但神 提升她的生命 这个就是 无论我们 怎样 微小 神都提升 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她的儿女 她看中了 这样的话 我们说 神必定看中我的 神必定 祝福我的 这个是神的恩典 她看中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是宝贵的 在她眼中 我们是她眼中的 同仁 是冠冕上的宝石 很看中我们的 所以 我们不用担心的 每一个爱慕神 都可以经历神 这个也是神带来的祝福 然后耶稣 首先称呼她敌 然后放心 就是说 她知道我们的担心 我们的不开心 我们的烦恼 耶稣说 放心啊 不要担心啊 老古当中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得安息 我就会除掉你的重担 你来到我这里 你就可以释放 所以 耶稣说 放心 这是她关心我们的 内心的重担 我们的烦恼 她会帮助我们 但有些时候 她不是马上 将这个困难除掉 在这个困难中 她训练我们 依靠神 从神得利 然后你的信救了你 就是说 不是你做了什么 大事才能 就是帮助 是信靠神 有些人说信 就好像没有动作 信 信 我这是信 不如做什么 我信就够了 但信的意思是什么 我用一个比喻 这好像 你掉在海里面 在船上 掉在海里面 有人 认下这个绳子 你信 这个绳子会救你 你就抓住这个绳子 你就抓住 你就说 这是我救命的绳子 我们信耶稣 是我的救救 我说 这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 我的依靠 是我的一切 当我们这样信神 也相信 祂是美善的 第一个是 依靠祂 第二个意思是什么 神允许 我放心 神作序 我放心 这个是神给我的 定义 因为很多人以为 信心是这样的 我要信 我要 大大的相信 很相信 就会被依据 要相信 以为 用力相信 就会被依据 其实 祂是想用自己的努力 想用自己的努力 其实信心是什么 神是这么可靠 这么美好 我就放心 神应许 我放心 我爱祂 亲近祂 尊重祂 就可以了 祂会祝福我的生命 当然我们应该 尽我们的责任 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做工的 你需要做好你的工作 任何你做的都做好 不代表我信 耶稣 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做 我们需要做 其实我们传道 也需要做的 我是很努力的 我整天都努力的 写作 帮助人 宣教 训练 我都是常常做的 信不代表 不尊重神 不信自己的责任 但信就说 神说了 爱祂人 神会 我们预备 眼睛会神 看见的恩典 我就放心 他必定祝福我的 神就祝福 整个生命提升 所以我们 这个非常 非常有益啊 你相信神 是美善 神就开始祝福你了 你跟从她 你相信神的道路最好 神就祝福你了 从那个时候 这个女人就全意了 好了 这个恩典了 恩典讲到 刚才讲到什么了 神看着我们 神见到我们去 儿女 神也关心我们的感受 神也将恩典给我们 只要我们信 就得到了 去白白的礼物 然后 警告 警告 有什么警告呢 很多人以为 神不帮助他们 他们对神 没有信心的话 这个 他们的生命 就会有问题了 因为他们 没有依靠神 没有依靠神 得不到神的帮助 然后我讲这个 如何 神称我们 为儿女 这个是事实 所以这个 但是相信就可以了 如何 如何可以有这个儿女的关系 就是相信 领受 这是礼物 我们不是孤儿 我们每一个都是神 看中的儿女 都很宝贵 所以我们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相信 神看中我 每天说 神看中我 我跟从神 神必定看中我 我依靠神 神必定喜悦 我正宗神 神必定喜悦 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都相信 都相信神必定 接纳我们 为儿女 也可以放心 任何事情 为什么很多人烦恼呢 有忧郁症啊 烦恼啊 因为 不放心 觉得神不会帮助 觉得神很远 觉得神忘记他们 但 我真的相信 有一天 我们去到天堂 我知道神 不需要对我说 对不起 我忘记帮助你的 我忘记帮助 他不需要这样说的 他对所有人都说 我帮助你很多 这是你没有接受 他会让人看到 这个人 为什么成为 这么伟大的人 因为他 真的相信我 跟从我 真正 为什么这个人 好像得不到帮助 因为他没有信靠神 他生命也很多 很多破口 很多罪 很多软弱 没有抓住神 没有依靠神 所以他生命很多问题 他以为神没有帮助他 其实神帮助他 信靠他 神的方法 必定是 透过耶稣基督 才祝福的 当这个人 信靠耶稣 跟从耶稣 神祝福才来到 所以他的问题是 他没有抓住耶稣 所以我放心 对神放心 而且 我放心 我就将整个生命 放在神的手里面 我知道神必定帮助我 我跟从神 神必定祝福 我就 在里面就有信心 常常有信心 常常说 我跟从神就够了 当然我也尽我的责任 我跟从神就够了 神必定祝福 我就整个生命都放心 整个生命都是 与神连结 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很开心的 我是有力量的 靠着神 嫁给我的力量 应信 我就 凡事能做 靠着神 凡事都能做 所以 希望我们都看到 怎样能够 与神有这个亲密关系 而且能够放心 而且从神得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